哈喽这里是萧然众所都周知啊 我是一代夹头神叫森海HD280的忠实老用户 这款耳机教会了每一个头大的青年人 告诉你什么叫做夹头 这不最近吗 作为一名忠实的耳钉老用户 又把耳机挂坏了一个口子 所以呢准备换一个耳机皮罩 买了一副到家换上之后发现声音不对 低频听起来非常的朦胧 说实话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发现换了耳机 皮罩之后呢声音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耳机皮罩的这个事情 我也咨询了相关的朋友 朋友告诉我可能因为如下几个原因 导致声音变化 耳机皮罩的材质 耳机皮罩的填充的材质呢 可能会影响你听到的声音 另外副厂的皮罩和你耳朵的贴合程度 也会影响声音 第三经过了你长期的佩戴 原有的耳机海绵可能会有一定的形变 导致呢你和你买回了新的皮罩 听起来声音是有一定的变化 这一部分的话也会影响回放的曲线 所以你能够确保能够优先买到原厂的耳机皮罩的话 那么建议你优先选择原厂的耳机皮罩 即便选择第三方的耳机皮罩的话 也尽量建议你选择接近原厂材质的耳机皮罩 因为原有的这个耳机皮罩 肯定是根据人家原有的这个耳机结构 等一些东西 还有包括它的单元去进行设计的 你买了第三方的耳机皮罩可能改变它原有的声音的这个平常曲线 所以呢建议你就是尽可能的优先选择原厂皮罩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